精彩的演技 最精衝不為常客 還有很多學生 大家都滿地看這個現場 有決定過的勝負 第五十一屆電視金鐘獎 今晚最令人期待的 五六世紀合體登場了 台中的名字是 吳六六 無人一現身就到現場 陷入瘋狂 為了這次金鐘表演 他們也盡心瘋狂瘦身 也強調一定會帶給大家 最好的表演 已經是超過十五年以上的戰友了 然後也好久沒有一起 在舞台上表演 那五個人聚在一起走星光 這也是在台灣的第一次 之前有過 但是並不是在台灣 所以小刀 這是第一次在台灣 跟我們參與走星光 然後更何況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盛事 所以兄弟們可以